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游講玩卓游的時間 我是YK 我是Andy 我是WCK 今天我們要Review的遊戲就是 Project Elite Andy 先介紹一下遊戲如何玩 Project Elite是一個合作的實時雜式遊戲 它的雜式系統是用很原始 類似King of Tokyo那一款 雜誌之後可以Review任意 你喜歡Review任意怎樣都可以 整個遊戲是我們在一個外星人的世界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任務要我們做 包括你捉住外星星要去研究 去不同的地方拆彈 做完所有的Activation Point等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以任意設置 整個遊戲的遊戲流程大概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會自己選擇我們的角色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相應的特殊技能 如果我們用這個Basic版的話 就配一把Basic的武器 每個人一開始我們都會有三粒Action Dice 這些有數字的我們就叫做Heat Dice Heat Dice用來做什麼呢 Heat Dice就是用來當我們集Action Dice 我們要求到我們的武器所需的顏色的時候 就會轉到我們的Heat Dice 做一個判定我們的武器是否中 而Action Dice是做什麼呢 我們集出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有幾種不同的面向 最簡單的 一種十字方向的 就是動我們的Heroes 一格打斜行也可以的 另外還有一些Search的放大鏡 放大鏡可以回到這些Search的位置 做一些搜查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去搜查庫找一些新的武器 去升級自己 還有其他的Sibara 按鍵 就可以按不同的Mission 去開啟不同的東西去做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Shyr 看看我們相應的槍有什麼要求 如果是能夠滿足的要求 就把複色鎖在那個Slock 如果鎖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激發那個槍的能力 然後集到我們的Heat Dice 去射外面的軌 每個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一張Event Card Event Card 告訴你 Gora裡面有些遇到什麼情況 如果我們不解決卡裡面的色的Slock 那張卡的不好的效果就會長著下去 會影響我們的東西 可能會有些角色能力不能用等等的東西 然後就會Spawn這些怪 我們會根據不同的人數 去Spawn相應的怪 Base Game有三本怪的 跑得快的Runner 有些是可以射擊的Shooter 還有一些可以咬人的Biter 然後就會回到我們的實時位置 就是會有兩分鐘的時間 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摸打手 不停摘色 不停摘色 然後就Realtime去做我們這個任務 最後就看回我們達成的任務 是些什麼 做不到任務 如果做到的就完成遊戲 做不到 或者如果其中一個英雄 扣血的話 我們都是會輸遊戲的 整個遊戲流程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補充一點 應該是四顆Action Die 另外就是剛才有一個位置 說到窄色Action Die 其中有一面就是可以令到怪獸移動 怪獸移動幾有趣 因為那時候是實時的 你可以選擇牆上任何一隻怪 跟回他站的位置的箭咀方向去推 但是如果你移動那隻怪的時候 是會移動下一步的時候 是會有另一隻怪頂住 就會好似推骨牌 逐隻逐隻推 而當推到你那個Heroes 的話 你的Heroes會扣血 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窄尾的時候 也會增加一些怪 如果你看相應的距離 可能攻擊力也會扣血 沒錯 基本上每隻怪就有一滴血 基本上就Hit 它就會死 除非Boss就會多血 就會扣多血 基本上遊戲的流程就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這隻遊戲 會拿出來做一個review 當然就是跟它一些背景 這裡可以補充一下 首先這遊戲其實是叫做2nd edition 本身的1nd edition是由另一間廠出的 但是當時來說 這隻遊戲的硬件 尾功做得不太好 而Simon就看準它的遊戲性 去推出這個新版本 當然是Figure更新了 它裏面的美攻 也做回太空 就像打外星異形的主題 而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遊戲有兩個敬人加持過的 第一個敬人是誰呢 就是Tom Russell 當時在舊版的時候 就把這個遊戲平定為當年 當年的Top 1 它是當年的Bord Game的Top 1 就是選了這個遊戲 而另一個加持很厲害 就是我們的主持 Ross Ross就說這個遊戲很棒 所以就叫我們要留意 老實說 我當時來說 我沒有Kickstart到這個遊戲 因為我對於實時遊戲 我實在抗拒 第一是抗拒 第二是放很多防備心 因為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實時遊戲有什麼可能是可以的 你還要說去到六個人 是神經病的 六個人不斷折死 還要在外面的怪物 好像在打牙齒 六個人在打牙齒 亂的搓來搓去 哪裏可以呢 所以我當時是沒有抗拒 那就很慶幸 Andy就追了 追了這一套回來 我們有機會一試 一試呢 不得了 不過我不先說 先讓Kay說 Kay 你說一下 你對這遊戲有什麼感想 好 我首先會覺得這遊戲 也是簡單向實時 雜色遊戲 是球爽快 尾色 其實如果是雜色實時的合作遊戲 我也是有好感的 就是之前有一隻Excape 就是大家一起逃出一個地方 其實實時的雜色遊戲 比起五實時的雜色遊戲 或者其他遊戲 是更有合作的感覺 大家同一時間去做一件事的感覺 其實是不錯的 不停幫你幫你幫你 對 推一隻推一隻 對 對 而這個Project Elite 比起其他實時的合作遊戲 更多了一種打怪的元素 在裡面 就會更多了一種殺怪的爽快感 很有爽快感 我們剛才玩了那個模式 是生怪的大量多 然後我們又一開始打響 所以我的感覺 本身我已經對它有些好感之後 再加多一種殺怪的感覺 所以感覺是非常爽快感 爽快感 好 Eddie呢 其實我最初都擔心它的重緩性等等 會不會每次都是做這些 會不會很快過關就不可以 是 這隻遊戲給我感覺做得好的地方 任務的多變成其實都可以多 我們現在只是講的Base Game 本身它已經提供了很多 有五六種的不同任務面向 我們玩的時候所取得的 而它的難度的調節 我覺得都可以做得好的 包括Event Card的設置 然後到你掛入的方法 都可以做到一個難度調控的位置 而玩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爽快感 其實以前如果我們說 雜色無雙的感覺 我們就會想起桑別殺 但這一種完全是桑別殺 就是放在一邊 可以完全取代了 如果我們說雜色爽快無雙 現在就是這一種 是 沒錯 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很簡單幾個賣點 已經令到這個遊戲 我是後悔 我可以這麼說 後悔沒有進入 第一 六批 在市面上六個人一起玩的Base Game 其實如果你稍微對Base Game 認知一點點 你知道六個人是很難找遊戲開的 因為通常所謂多人玩的遊戲 要不就五個 然後一跳就已經是說 譬如狼人那些 陣營遊戲 十幾個 但是你說真正坐在這裏 一起去玩的Base Game 六個人 是少之有少 我經常都說 Sephanter 然後你要再玩一些好玩的 已經想不到 而第二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這個遊戲 我剛才很擔心那個 即時要去做事 而會好運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發生的 那為什麼會完全沒有發生呢 原因就是因為 他其實是有很多很彈性的位置 讓你去做 譬如你動一隻疾跆 整台這麼多一隻 你只要動哪隻 動哪隻 動哪隻 你也不會這麼細心去想 動哪隻會有什麼影響 那一刻你就會,就都一隻了 這樣 但其實這個混亂的地方 其實令到遊戲 會經常去到某些位置 等等,全個人停手 再動便死定了 會有這樣的位置 這樣就會做到緊張感出來 令到大家的投入度就是 我真的正在合作 而不會有什麼alpha player 收開 兩分鐘怎樣alpha player 你看到自己的東西 你看著自己的顏色 你已經處理到 已經做不到 這樣是非常緊張 而且真真正正做到就是 老手你又要去想 我的技能要怎樣去trigger 怎樣去射那些位置是最理想的 因為你在開局之前你會想定 然後就不斷摘色去做這些事情 新手我不管 我只是看著 我只要打 我只要去走的東西 我能做到我的東西就OK 大家一起玩 而大家都找到自己玩的地方 而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次的core game 再加上KS Search Go 那兩盒東西 就是你現在桌面最大盒的兩盒 其實這兩盒東西 我看過的 content 是已經完全足夠你玩 足夠你作為一隻放在家裡招呼朋友的game 至於expansion 都會釋除轉變 例如我們這次有開的無雙mode 即是有些機械裝甲 又是另一種感覺 你喜歡就買多一點 你問我 我覺得要放在家裡 是一個用來招呼朋友的遊戲 但現在我找不到SG的盒 我又覺得死了 就買個core沒有SG好像不夠角色 因為有很多角色 SG好像有十多個角色 再加上新的角色 還有Grid terrain 那些怪的種類更多 所以就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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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所以就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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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不買不行 說完遊戲 推介給什麼人 你覺得什麼人會適合玩呢? K 先說吧 追求爽快 絕對是 我都想不到哪隻遊戲 是否比他更爽快 我覺得他的存在很重要 喜歡爽快的 Andy 你覺得呢? 其實你紮飾 好像在打遊戲機的感覺 手承 要簽罵外星人 所以你不是玩開球的人 看到這隻有這麼多不同的分別 其實都很容易投入這隻遊戲 加上實時那種造成的Tension 是不得了的 沒錯沒錯 你問我呢? 我覺得對於你自己的手速 還有對於你自己眼觀四面 耳聽百方 有信心的朋友 這遊戲一定要挑戰一下 我這個北驅魔打手 剛才也有不少的輸出 打到那個節奏出來 我自己就很喜歡你的遊戲 我亦都會想試其他幾個expansion 因為我都看到的expansion 都很特別的 如果有機會真是 看看吧 可能不小心地讓我找到的 可能玩一下後面的 即我入手到又玩一下後面的expansion 我可能會再拍多一段影片 看看吧 很少有地 我覺得Simon的遊戲會令到我後悔沒擊的其中一個選擇 好那今集我們介紹的就是 Project Elite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面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再見